吉打州爆发十多年来 最严重的大水灾 造成八千名灾民无家可归 尽管如今雨势已经缓下来 但是水位迟迟无法退去 灾民指出这个问题会发生 主要是因为当地多个排水口堵塞 而且海水高涨 才导致水灾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在这两个月中的海水,群人与海水 有两个月,当地地上一个川银 还有一个土豆的两天 但他们已经准备了 当地方已经准备了 有两个月中,雨度弱落 吉打如今的灾情逐步好转 根据社会福利局提供的数据 截至晚上7点41分 当地的灾民人数达到8103人 相较今早8898名灾民 情况明显好转不少 其中灾情最严重的依然是疙瘩施打 共5324名灾民 本同灾民达到1548人 目前吉打已经开启39个临时疏散中心 安顿所有灾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